垃圾車正在路口停著 突然後面一輛公車直接撞上去 倒垃圾民眾全嚇傻 再湊近一點看 正在停等的垃圾車突然被公車一撞 倒垃圾民眾根本來不及閃 有人被撞傷 還有人直接從垃圾車上掉了下來 被甩在地 倒垃圾怎麼會發生意外 地點發生在新北市 如舟晚上六點多 下班時間也是倒垃圾時間 這輛公車載著客人 突然追撞前面的資源回收車 前面五位倒垃圾民眾被撞到 後面還有工作人員被甩下來 六個人擦錯傷 公車的後門撞擊到資源回收車的後方 造成一旁倒垃圾民眾的受傷 但沒有生命的危險 仔細看公車垃圾車通通被撞凹 只是到底怎麼會突然追撞 警方還要調查釐清 但倒垃圾突然被撞傷還甩得下來 相對這垃圾車經驗 成了民眾驚恐回憶 記者東東報導